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为孩子立界线》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8万字 我会用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来解读书中的精华 让孩子从小拥有界线意识 学会为自己负责,把握自己的人生 在热带雨林中会看到一种被称作树冠修臂的现象 指的就是挨得很近的树,树冠之间不会有重叠 树与树相邻的地方会产生明显的缝隙 这个就像地图上的界线一样分明 尽管对于其成因,科学家们是众说纷纭 但是这种现象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树与树之间不干涉,能够充分享受日照 也减少了枝芽碰撞所带来的损耗 一棵树上生长了虫子的话 可以降低从相邻的树枝爬到另一棵树上的几率 防止传染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树都会这种树冠修臂的现象 据说能够产生树冠修臂的树种 一般都是超过50米 而且属于比较高大的品种 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视线边界 做到保护自己的同时 又尊重他人 才能够长得如此的魁梧 对于咱们人类来说 其实也有这种界线的需求 孩童时期没有界线概念 也就不明白权利和责任 长大以后往往过于依赖别人 或者过于霸道 这些都会给自己的生活 婚姻和事业发展带来困扰 《为孩子立界线》是由美国的两位心理学博士合作完成 分别是亨利·克劳德和约翰·汤森德 他们共同主持的心理咨询广播节目 《新生命》受到大众的欢迎 还曾经合作出版过百万畅销书《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的内容主要是指导成年人 该如何建立自己的心理界线 而《为孩子立界线》可以说是《过犹不及》这本书的少儿版 让孩子学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同时保护自己的权利 不受侵犯 好了 那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的概况 那接下来我就为你来详细的介绍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什么是界线 为什么孩子需要界线 第二个重点是 孩子应该从小知道的界线实虑 第三个重点是 六步走跟孩子立好界线 好 我们首先来看的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到底什么是界线 为什么孩子需要界线 界线是一个人的所有权界线 也就是一个人的地盘 界线规定了一个人权益的其实点和终止点 孩子也是一样 他需要清楚自己享有哪些权利 同时又有哪些责任要担负 如果一个人分不清自己的权利 也就负不起该负的责任 如果他一直生活在一个界线不明的环境下 他就没有办法获取掌握人生的自治能力 换句话说 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父母或者监护人需要做到这样三点 提供监护 恰当管理 把控资源 提供监护能够保障孩子的安全 让孩子顺利的长大 恰当管理指的是确保孩子完成该做的事 比如完成家庭作业 进行家务劳动等等 之所以是把控资源 而不是提供资源 是因为家长需要把握好给予和接受之间的度 这其实就是家长的一个界限 如果家长只管让孩子吃好的 穿好的 玩好的 毫无节制的话 孩子就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永远只会提出要求 一旦父母或者其他长辈满足不了他 就会撒泼打滚 甚至是要挟家长 网上的曾经有这样一段视频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要求他的母亲给他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因为家里不是特别的富裕 母亲希望女儿可以选一个其他品牌 在反复劝导无效的情况下 母亲竟然跪下求女儿改变主意 这个家庭最大的困惑 其实不是金钱的匮乏 而是界限的缺失 作为家长 在该说不的时候 要坚决说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锦教授就曾指出 如果在孩子六岁前 你跟孩子说不 孩子再痛苦也就是大哭一场 或者在地上打打滚 但是六岁前没有拒绝过孩子 等到十二岁进入青春期之后 孩子做不到百依百顺了 那有的孩子就会离家出走 甚至是跳楼自杀 这个时候家长再后悔也就晚了 而且家长没有守住自己的界限 孩子也就没有能力去守住自己的界限 如果孩子将来遇到了 别人提出过分的要求 孩子该如何应对呢 难道也是学大人下跪吗 父母没有给孩子以正面的引导和示范 这往往会给孩子以后的悲剧 埋下隐患 界限是规矩 是安全 是爱 是信任 有界限 其实也就有了安全 就像马路上的红绿灯 有了这个限制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才是安全的 去年幼儿园的负面事件 让很多家长都开始注意 让孩子拥有身体界限意识 保护好自己的界限才能够做到保护自己 好 那知道了孩子为什么需要界限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部分 孩子应该从小知道的界限实虑 这实虑分别是知道后果 拉自己的车 非全能也非无助 尊重他人 明确动机 痛苦可以成为礼物 积极面对负面情绪 懂得感恩更快乐 积极主动 直接沟通 先说第一律 要让孩子知道 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前段时间 官复博物馆馆长马维都先生 在微博上说了这么一件事 一家三口在博物馆参观 走到锦里池边上的时候 孩子的爸爸随口嘱咐了一句 鱼池身小心点 别掉了东西 不料那孩子手一甩 直接把拿在手里的手机 给扔到了池子里 恰好这池子呢 刚换过水 非常的浑浊 根本看不到手机在哪 工作人员穿了皮裤 下水穴捞 半天都没有找到 然后呢 又找来消防设施 把这个池子里的水给抽光了 这才找到这部手机 有不少人在评论里表示好奇 这手机在水里泡了这么久 捞上来还能用吗 而马维都却强调说 孩子或许会参观很多博物馆 但是官复博物馆 一定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个 马维都提到 扔手机的孩子 一开始呢 还是蛮不在乎 但是当他看到这么多工作人员 费这么大的劲 这么长的时间 才把手机给捞上来的时候 自己呢 也觉得欠疚 主动承认了错误 对于这孩子来说呢 估计这辈子呀 都不会再这样 做事不考虑后果了 因为他明白了 这样做可能会给他人打了多么大的麻烦 这恐怕比自己挨打 还有难受呢 第二律 拉自己的车 这其实讲的就是责任感 即使是一个小孩也会有责任感 同时也需要责任感 为孩子立界线的作者 约翰·汤森德家里呢 有两个孩子 就像很多二胎家庭一样 这两个孩子啊 总是免不了争吵打闹 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找来爸爸妈妈评理 一开始的时候啊 约翰和妻子会尽量的公平的去裁决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 需要做裁判的时候越来越多 于是他们就和孩子啊 做了一个约定 只有他们自己先努力解决过纠纷 实在解决不了 才能过来找父母 但在这个时候 被裁定为犯错的一方 就要受到惩罚 这个措施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 孩子们就很少来麻烦约翰夫妇了 因为在冲突当中 不占理的那一方 并不想来找爸爸妈妈 他们就会努力的想办法 和对方谈判 道歉 做出让步 或者给予补偿等 而这样的经历啊 无疑就会增加孩子 处理冲突的能力 有利于他们和其他小伙伴的交往 第三律 非全能也非无助 这是让孩子学会正确的认识自我 了解自己能力的界限 知道自己能做到哪些 又有哪些是自己无力完成的 这样的话 孩子既能够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也懂得适当的寻求帮助 第四律 尊重他人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他人的界限 做到不伤害他人 尊重别人说不的权利 接受和他人的分离等 要做到尊重他人 重要的就是拥有同理心 也就是站在他人的角度来想问题 今日头条CEO张一鸣就曾说过 产品经理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同理心 这样才能够深入的了解用户的需求 读懂用户的情绪 考虑用户的感受 做出符合用户期望的产品 因此 从小教育孩子尊重他人 其实也是在培养他们的职场能力 有助于将来的事业发展 第五律明确动机 这指的是发现孩子行为背后的动机 需要的时候进行调整 我们所说的界限 简单来说就是哪些事是不能做的 但是对于这些界限 有时候孩子接受 有的时候孩子不接受 不仅仅是孩子反抗的时候 我们需要清楚他的动机是什么 有时候孩子顺从的时候 我们也要弄明白他的动机是什么 十岁就考上大学的神童张新阳 后来又在16岁的时候 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专业录取 成为了全国最小的博士生 张新阳曾经提到过自己要当王者 记者问 如果时间不了怎么样呢 张新阳回答道 他的父亲会感到很失望 记者就质疑说 这听起来似乎完全是他父亲的事 张新阳毫不否认 因为他觉得这个梦想是父亲强加给他的 在张新阳的硕士论文答辩前 曾要求父母给他在北京全款买一套房 不然的话就不参加答辩 也不去考博士 对于陪读多年 家境毫不富裕的张家来说 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要求 而张新阳对记者坦诚 他认为 既然父母希望他留在北京 他们就应该为此而努力 在父亲的教导下 张新阳两岁半就使了一千多个字了 上小学以后更是一路跳级 两年就完成了小学学业 十岁就被大学给录取了 这一路张新阳都很配合 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探究孩子的行为动机 这段时间张新阳还小 更多的只是出于本能的服从家长的权威 随着张新阳年龄的增长 自我意识的萌芽 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就变得愈演愈烈 甚至是不可调和 作为父母要注意 不要用强权去压制孩子 指引孩子唤醒内心的爱心 良知 兴趣等 从而修正自己的行为 第六律 痛苦可以成为礼物 有的时候 父母无法给孩子立界限 这是因为一旦限制了孩子 或者拒绝孩子的时候 孩子就会很伤心 父母见不得孩子痛苦难受 于是就只能妥协 古人有云 宝剑峰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有的时候 痛苦是成长中的必经之路 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礼物 第七律 积极面对负面情绪 当孩子不接受界限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产生 那么作为家长 要引导孩子积极面对负面情绪 第八律 懂得感恩更快乐 哈利波特的故事 哈利的表兄达里 因为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三十七件 比前一年的三十八件 少了一个 他就不依不饶 直到达里的父母允诺 说马上出门再给他买两件 这件事才罢休 这个样子的达里 自然是毫无感恩之心 他不会对已经获得的东西 感到满足 没有感恩之心的孩子 总是比来比去 非常容易产生羡慕嫉嫉恨的心情 大多数情况都过得不开心 那么作为家长 我们当然希望孩子过得快快乐乐 因此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拥有感恩之心 懂得感恩的孩子更容易发现别人的好 体会到他人对自己的爱 同时也能够理智的接受挫折和失败 不会轻易的自暴自弃 第九律 积极主动 对于界限 被动的孩子往往是消极接受 习惯让别人控制他 迎合他人 而主动的孩子就会积极的去实践 当然也有可能去攻击界限 寻求改变 主动的孩子乐于让人知道他的需求 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 很显然积极主动的孩子 身边的氛围会更加的和谐 作为家长 我们要尽力帮助孩子做到这一点 第十律 直接沟通 遇到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直接沟通是最好的办法 而不应该逃避 更不应该强迫自己 忽略掉这些问题 平时家长可以和孩子做一些 情景模拟的小游戏 假设你和孩子起了纠纷 你们来演示该如何沟通 比如怎样技巧的说出自己的界限 那通过这样的练习 当孩子在现实的生活中 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从容的和别人进行沟通了 好 那介绍完了界限实律 那我们再来讲第三部分 也就是实战部分 跟孩子立好界限的六个步骤 第一步 接受孩子不够完美的这个事实 第二步 建立广泛的连接 第三步 父母自己要做到界限清晰 第四步 做好评估和计划 第五步 提出计划并讨论 第六步 坚持贯彻到底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介绍 首先说第一步 接受孩子不够完美这个事实 我们给孩子立界限定规矩的时候 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定 有时候家长给孩子的规矩 过于苛刻 或者超出了这个年龄的能力范围 这个界限就是没有意义的 也有的家长给孩子的规矩过于宽松 总是用他还小 还是个孩子来帮助孩子开拓 尽管后者的行为和前者恰好相反 其实都是出于家长的完美主义想法 后者的家长 无法接受孩子的不当行为 也无法接受他人对此的批评 于是就试图用这样的辩解 来证明孩子其实是很棒的 不应该受到责难 第二步 建立广泛的连接 如果父母只局限在家庭的小圈子里 在和孩子立界限这件事上 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孤立无援 不妨寻找有类似境遇的家长 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加油和交流 现在网上的家长群 其实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第三步 父母自己要做到界限清晰 前段时间有一篇报道 说某对父母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 用孩子的五万块压岁钱去买房 结果这个孩子知道以后很不高兴 坚持要父母向他道歉 这条新闻一出 读者就分为己派 有的说这压岁钱本质就是父母和其他亲友的交换 不算孩子的财产 家长有权使用 有的说反正这房子以后也是孩子的 买了也是为孩子好 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又说这压岁钱是孩子的 家长不应该用 也有人从法律角度去阐述 谁拥有这笔钱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事实上从法律上来分这笔钱 到底是归父母还是归孩子 这或许有一些过于严肃了 甚至将家庭关系弄得冷冰冰的 但是从父母自己要做到界限清晰 这个原则来说的话 那么这个报道中的父母就做得不妥了 既然之前一直告诉孩子 这些压岁钱是他的钱 父母只是帮他存着 那么即使家长有急用的话 需要这笔钱的话 也一定要和孩子商量 获得孩子的认可才可以 可是在报道中 孩子强调的也恰恰是自己的知情权 他认为家长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 就取钱这是不对的 所以才要求父母道歉 作为父母要想给孩子立界限 那么自己首先得是一个有界限的人 因为父母就是孩子生活中的榜样 父母的一言一行 都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孩子 如果家长不尊重他人 或者无法理智的拒绝别人 孩子也就无法建立正确的界限观 著名培训专家于世为 同样的也是一位教育高手 他曾经分享过自己 是如何改掉孩子 不好好吃饭的毛病的 于世为的女儿 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动画片 吃饭的时候也不敢下楼 还在楼上看 每次都得教她好几遍才可以 于世为就和太太约定好 要让女儿知道不按时吃饭的后果 她非常风趣的称这个计划为春风演习 周末的傍晚于世为向女儿吃饭 女儿在看动画片没有任何回应 于是于世为和太太就按照计划 把桌上的饭菜全都给吃光 冰箱里也没有留任何 可以马上拿来吃的东西 等于世为的女儿看完电视下楼 发现这桌子上空空的 妈妈在洗碗 打开冰箱也没有找到什么可以吃的 于是女儿就开始大哭起来 当妈的自然是有一些心疼 想要去安抚一下 可是于世为却坚决的说不能手软 半夜孩子钻进了他们的卧室 拉着妈妈的手说自己饿得不行了 于太太刚要起身 但是被于世为一把拉住 她只好对孩子说 天快亮了 亮了就有早饭吃了 孩子就这样哭着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 于太太五点就爬起来 去厨房做饭 却发现孩子已经坐在餐桌旁 刀叉在手就等着吃饭了 从此以后于世为的女儿 再也没有因为看电视或者贪玩 而错过吃饭了 在这件事情上 于世为运用的办法 就符合我们这第三部分中的 第四至第六步 这就是做好评估和计划 提出计划并讨论 坚持贯彻到底 她先根据孩子的情况 做好评估并且制定了计划 当然在这个事件中 于世为和太太商量了计划 而针对不同的现实情况 家长也可以考虑和孩子 共同来商量这个计划 然后关键的是要坚持贯彻到底 如果于太太一开始心就软了 又给孩子做了一顿饭 或者给她零食的话 相信春风演习的效果 肯定不会有这么好的 好了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也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界限的概念 以及为什么孩子需要界限 界限是一个人的所有权界限 也就是一个人的地盘 我的地盘我做主 你的地盘你做主 拥有界限概念的孩子会清楚 自己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 把握自己的人生 其次我们讲到了 孩子应该从小知道的界限实虑 这些规律包括知道后果 拉自己的车 非全能也非无助 尊重他人明确动机 痛苦可以成为礼物 积极面对负面情绪 懂得感恩更快乐 立刻启动我的引擎 诚实乃为上策 张德芬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事 自己的事 别人的事和老天爷的事 如果是自己的事 那就自己做 不要轻易的依靠别人 别人也不能随便插手 如果别人的事 那就尊重和接受 不要轻易的干涉 如果是老天爷的事 那就顺其自然 而为孩子立界限 这本书中的界限实虑 其实就是教给孩子 如何区分自己的事 和别人的事 最后我们讲到了 跟孩子立好界限的六个步骤 这六个步骤分别是 接受孩子的不完美 建立广泛的连接 父母自己要做到 界限清晰 做好评估和计划 提出计划并讨论 坚持贯彻到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